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变态啊 你干嘛不穿衣服 你才变态的 你怎么进来的你 我敲门让你不开 以为你寻短剑了 我爬窗户进来的 我在洗澡呢 我没听见铃声 你不能等会儿啊 你快穿衣服 等着 穿好了吗 嗯 你 你就不能等会儿再洗澡吗 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 那我不得先洗澡吗 算了算了 这件事千万别说出去 我不要面子打 你也不许说 在哪儿上药啊 楼上 你经常爬别人窗户吗 我又不是小偷 我爬人窗户干嘛 那她住在这儿的时候 你爬过吗 爬过 你别动啊 我给你上着药呢 她住这儿的时候 你爬干嘛 我们家厨房那次漏水 我就想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小飞晕倒在浴缸里 就是那次她碗被摔 绝食那次 哦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事小飞都跟我说了 真是委屈你了 习惯了 其实 小飞对你还一直挺愧疚的 再加上她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你就算怪 也不应该全怪到她头上啊 她倒是把你派来当说客了 什么说客呀 我就是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不至于闹成这样 我就是一个外人 也说不上什么 就是希望你别那么讨厌她 她挺可怜的 我真是想不通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 搞得你们所有人都向着她 我可不是偏心哦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好了 我也涂得差不多了 我就先回去了 多陪我待一会儿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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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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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张帅 主任找我 我现在就过去 拜拜 我们昨天晚上就睡在这儿的 你以为呢 说着说着你就睡着了 我又不敢动 就这样一夜在沙发上躺着休 我的老腰啊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 你的腿整着还挺舒服 要不再多借我整两天吧 想的没你 不跟你说了我去学校了 你等等 我换个衣服送你去 请半个月的假 是啊 我马上就要结业考试了 还有四集 所以我肯定要把全部经历 都放在复习上了 你这么一说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是个学生了 但是你是我的特助 你要走的话 那么多工作怎么办 我知道这样会耽误工作 但我也没有办法呀 如果这次我考试我没考过的话 我肯定要严毙了 所以如果不能请假的话 我就只能辞职了 你辞职跟请假有什么区别啊 都是没有办法工作啊 那如果实在忙不过来 要不然就请阮云学姐回来吧 你还真是会出主意啊 也行了 就别说我不近人情 假 我批给你 但是工作 你要跟卫安交接好 谢谢董事长 还有就是 治疗计划可能也要延后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都等了十年了 也不差这半个月 好好安心考试吧 是 谢谢董事长